而昨天證實的這名病例呢 是一位從上海返台的53歲台商 而這也讓今天在機場的旅客 都紛紛戴起了口罩 自我保護 而入境的旅客檢疫呢 也持續加強嚴格的把管 台灣成為大陸境外首例 H7N9爆發地 一早在機場不只警衛戴上口罩 準備要出國的旅客 也紛紛戴起口罩以求自保 我們都要大家在一起就對了 大家有家衫有衝衫 也是都要玩的 自我保護 常洗手 目前除了華航將防疫等級 向上提升一級 在櫃台新增了乾洗手的消毒液 其他國內的航空公司 包括復興和長榮等等 都還是維持原有的防疫機制 加強兩岸班機的機艙消毒 以及機上餐食暫停供應 來自大陸的情類食材 面對H7N9國境把關破功 機場國門對入境旅客的檢疫 更是不敢掉以輕心 所有通過發燒篩檢站的旅客 都必須經過紅外線熱影像椅 檢測體溫 一旁也有告示牌公布大陸有 H7N9疫情的上海 安徽 江蘇和浙江等七個地區 針對這些旅客加強篩檢 情有可能 怕傳染到 還真是怕 很怕大陸人來 但機場只能過濾發燒病例 而台灣首例入境的H7N9病例 是返台後幾天才發燒 也引來可能仍有防疫漏洞的疑慮 U10TV陳佳寧引得玉成靜怡綜合報導 綜合報導 今次的旅客 請請請請請請